魏无羡与蓝忘机要结尾道旅的事刚刚公布出去没有几天 就听孟瑶来说今将两家的婚约再续 六礼已经进行到那争这一项了 其实前三项在修真界的很多世家都会简单地进行或者是直接省略掉 毕竟要联姻的两家人多多少少都是对对方家里是满意的 况且在修真界只要是世家大族自己家的嫡女都是很受关注的 名字什么的也都是公开的 只是生辰八字这些多少还是会有所隐瞒一二 这也是为什么江彦离一直以来从不修炼 只爱钻厨房的事会被一直说起的原因 同时这也是金子轩一直不喜欢江彦离的原因 刚开始的时候金子轩对江彦离可能也没有那么抵触的 但是在后面的接触和同龄人的议论中得知江彦离不修炼没有修为 金子轩心中就开始对江彦离抵触起来了 金子轩一直都是很傲娇的 觉得自己的妻子虽然不要求她有很高的修为 但是至少有一点有一点修为还是有必要的 至于其他的能有其他拿得出手的才艺也好啊 可是江彦离不仅没有修为 还没有能拿得出手的才艺就只会炖汤 这在金子轩的心里觉得江彦离怎么配得上自己 这样的想法一直到长大 对江彦离有改观还是在摄日之争给她送汤之后 觉得会炖汤也还不错 至少不是一无是处的 只是江彦离实在是太爱哭了点 这次金江两家联姻 一方面是金夫人白指很喜欢江彦离 在她看来江彦离的性子 十分的适合金子轩那样傲娇性格的人 今后金子轩如果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也能包容金子轩 也没有那个勇气闹 另一个原因则是 摄日之争前金光善就已经在图谋先都之位了 所以在摄日之争的时候出的修士是最少的 就是想保存实力到时候可以碾压百家 但是也就是这个原因 在摄日之争结束后 因为他们蓝灵金是出的修士少 没有大功绩 最后魏无羡坐上了先都的位置 他的计划落空了 这次和云梦江市联姻 就是想和云梦江市联手 然后再慢慢地图谋先都之位 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蓝灵金市和云梦江市的人 在魏无羡和蓝旺基杜劫的那晚 两家的人早就离开了乱葬岗 并不知道魏无羡现在的修为 那些亲眼所见的人 大多数都是小家族的人 而且人也都是姑苏蓝市和清和涅市的附属家族 蓝灵金市的附属家族的人 早就跟着蓝灵金市的人回去了 而云梦江市没有附属家族 只是那些家族在云梦的管辖范围之内 所以才会听从云梦江市的一些安排 这些家族的人也早在清理完乱葬岗的当天 就和云梦江市的人一起离开了 这留下来的人 只要主家说不让传出魏无羡的修为 那些人也会听从的 不听从只会被打压 虽然不会要了你的命 但是因为你的一句话 让整个家族跟着受到牵连 还是会被家族的人清算的 所以 虽然魏无羡和蓝忘机没有说 不许把他们现在的修为说出去的话 但是姑苏蓝市和清和涅市 已经领宝阁的聪明人都想到了 也多交代了这些人一句 现在还不是说 先都和韩光军修为的好时机 等可以说了会公布出来的 也就是因为魏无羡的修为没有公布出去 最后蓝灵金市和云梦江市都被清算了 莲花物和金灵台都也不复从前 实力大减 魏无羡听完梦瑶说的话之后 让梦瑶继续关注这两家的消息 现在阿爹阿娘还在系统空间中修炼 还没有能出来 蓝灵金市和云梦江市 现在也没有做出什么不好的事出来 他们找不到理由对两家报复 只能继续关注两家的动向 看看有没有可以下手的地方 没有就只有等阿爹阿娘出来 再去找两家的麻烦 魏无羡在奇山不夜天处理一些事 然后就是训练新招来的弟子 其实这些弟子开始的时候是小星辰在训练 魏无羡只有在没有事情的时候来教一教 这训练弟子的事原本是不用他亲自来的 但是时间他处理完事情之后就没有事情了 就会来看弟子训练 然后说上几句 这样的是时间一长 他的那些训练方式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然后就开始由他训练了 其他人配合 然后魏无羡在处理完事或者没有事的时间 就来训练弟子 魏无羡还教他们射剑 俘禄 音律 阵法等自己会的东西 魏无羡没有教剑术 是因为魏无觉得小星辰的剑术很不错 他就不教了 蓝锡尘见魏无羡教弟子这么多东西 也起了主意 就是把姑苏蓝氏的弟子也教到奇山不夜天来 一起让魏无羡一起教 魏无羡教的东西 像是剑术 俘禄 阵法这些 在蓝氏只是让弟子简单地接触了一下 这还是魏无羡小时候 在云深不知处 喜欢学这些的时候 那些长老顺带地教一教的 蓝锡尘和父亲清衡君说了此事之后 清衡君也赞成了此事 蓝锡尘就和魏无羡说了此事 魏无羡也同意了此事 于是想着 不如让灵宝阁的弟子 也一起来奇山不夜天学好了 三个月之后 蓝灵金氏和云梦江氏 同时往奇山 送来两家要联姻的信函 希望先都魏无羡同意 并邀请先都 前往参加两人的婚礼 魏无羡接到信函之后 把孟瑶叫过来 问了两家最近的动静 还给孟瑶看了两家送来的信函 觉得没有问题之后 就回了信 同意两家的联姻 知道送来信函的人都在说 六里都进行的 只剩下最后两项了 才发信函来征求先都的同意 这不是让先都为难吗 魏无羡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了 他才不管谁家和谁家联姻的事 反正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江燕离和金子轩 最后都会在一起 还生了个儿子 他才不想掺和他们的事 前世的时候 江燕离都能在校期就直接嫁给金子轩 对金子轩痴心不改 把其他的人和事都抛在脑后 今生就让他早日得偿所愿好了 这时又过去三个月 兰陵金氏送情帖 邀请魏无羡位先都 去参加金子轩与江燕离的婚礼 今将两家婚礼当日 金子轩十里红装地送这聘礼到莲花屋 在进莲花屋的大门的时候 被江城安排的弟子为难了一下 因为时间还比较早 人也比较多 因此兰的时间就有点久了 在事件堂的于夫人见状 就叫金珠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怎么新郎这么久了还没有来 金珠出来一看 是被弟子拦在门外了 于是就去回禀了于夫人 于夫人又打发金珠出来说道 于夫人说了 差不多就行了别一直为难新郎了 然后就站在那里 看着这些弟子 云梦江市的弟子 见是金珠在说话 也都纷纷散开 虽然他们是被少宗主安排在这里 为难金氏公子的 但是现在于夫人发话了 他们也不敢再拦着金子轩 金子轩在人群散开之后 就带着迎亲的队伍 顺利地进入了莲花屋 金子轩进入莲花屋之后 就被人带到了江燕离住的院子 在江燕离的院子外等了一小会儿 江燕离就被侍女扶着出来了 见到打扮好的江燕离 金子轩的眼睛闪过一抹亮色 金子轩没有想到精心打扮过的江燕离 也是很漂亮的 一时之间金子轩看得有些愣住了 侍女扶着江燕离走到金子轩前面 金子轩都没有回过神来 周围的人看到金子轩这样都想笑了出来 同时也为江燕离高兴 毕竟刚出房门 夫婿看到都已不开眼 说明在她心里觉得 此刻的你是最漂亮的 一起来的金氏弟子也都想笑了出来 他们也是为自己公子高兴 还好这少夫人不像传言那般 容貌无亮眼之色 帮助 帮助 抧尽